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又见面了 大家好,我是轩哥 今天您又得饶了 轩哥分享一道东北传统家常菜 农家糊饼的制作方法 做糊饼咱们先把面先和了 用普通拌面就可以 大概弄一斤左右 咱们放入半袋酵母,两克左右 然后咱们加入温水 把面先和成面絮状 好,这样就可以了,朋友们 就是说把面活到什么状态呢 没有干面粉了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把面揉成面团 轩哥手是洗干净的,朋友们 好,咱把面揉成面团 然后再把面上摸点油 把它四周围都给它摸点油 这样我跟你说啊 做完的蟹肉绝对不一样,朋友们 好 然后咱们拿盖或者盆啥呢 把这盖上醒发一小时 面已经和好了 轩哥再把排骨剁了 趁这排骨便宜啊 好好考虑考虑自己 把排骨剁成块 块也不要太大,朋友们啊 太大一是不出处 二呢,它也不容易成熟 好,这些就够用了 锅中咱们加入清水 凉水咱们下入排骨 咱们放点生姜、大葱 再加入10克料酒 去腥蒸香 来,水烧花烟 咱把这个浮沫打出去不要 排骨煮至炖生的状态 咱们先捞出来 咱盆里加入清水 然后咱们把排骨再清洗一下 因为排骨身上还富含着蚕鱼的浮沫 它炖完的排骨它不是特别的白 看着埋着 好,这样就可以了 咱们先捞出来 锅里边咱们再次加入清水 然后咱们下入洗干净的排骨 然后盖上锅盖 咱们把排骨先护熟了 煮排骨这个时候咱们先把其他的料准备了 提前摘好的白豆角 给它清洗干净 好 再准备一个新鲜的土豆清洗干净 然后咱们把长的豆角 给它掘下来 给它一掰两半 正常是可以 就这么不规则行 一拧就完事了 刚下来的土豆 皮非常薄 春哥细 必须得用池这么刮 小时 看我妈做菜 都是用池这么刮 非常的省 得会过日 这说朋友们呢 这手法没毛病吧 朋友们 这块有包炸的 一抠完事 这有手法行不行 看这皮才下了多少皮 皮下了非常薄 春哥会过日是吧 春哥过日 这方面多跟春哥小小 不仅跟春哥学热菜 还得跟春哥学过日的 然后再把这个土豆给它奔成块 大点块 没毛病 买土豆非得买黄芽人的朋友们 这黄芽人炖完土豆不仅颜色漂亮 而且得起沙 吃着非常好吃 放上盆里边 土豆奔好 咱们不马上做的情况下 必须得加点清水 要不土豆容易氧化变黑 这个小技巧 大家会掌控一下 做糊饼春哥放的是排骨 但是五花肉咱们也少不了 春哥买排骨的时候 也顺便买了一块钱的肉 这是一块钱的 因为个五花肉煲锅 能增加菜品的香味 咱们切片 稍稍厚点片切 大葱切片 生姜切片 然后再放一半大料 咱们做糊饼大蒜是少不了的 好 都得顺沫 顺沫 顺沫用不着多得太细 这样就可以了 也放到盆里边 排骨咱们已经煮了20分钟 30分钟 看手没手 盆哥先尝一会 行了朋友们 然后咱把排骨倒出控水 朋友们看 这汤咱们可不能冷 这汤全是精华 咱一会还得用 然后咱把冲姜剪出去不要 咱锅中加一勺豆油 东北的笨炸大豆油 锅里边下入五花肉 把肉给它炒香 这肉一定要多扒一会 把五花肉肥油的地方 把猪油给它逼出来 把五花肉煸至炒焦的状态 咱们下入豆角 炒豆角这个环节 咱们就不能着急了 慢慢炒 小火炒 一定要把豆角炒至什么状态 炒至变色的状态 朋友们 小火就这么扒了 其实这道糊饼 跟土豆角是一个道理 做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就多加了一个饼 朋友们 最主要的就是炒焦火候 跟炒制的方法一定要掌握好 你炖出来的也一样好吃尿性 炒到一分钟左右 大家看这豆角的状态 已经变成绿色了 这样事就可以了 就是说火候变到味了 然后再放入土豆 放入葱姜大料 再这么翻炒一会儿 把葱姜大料的香味给它炒出来 葱姜大料炒香 咱们放入黄豆酱 黄豆酱咱们放熟酱 生酱都可以 朋友们 把酱炒香 再加入30克黄豆酱油 一定要松锅边蓬蓬蓬 这样才能更有效的激发出 酱油的酱香味和鲜味 然后再加入2克花椒面 蚝油再放15克 提味提鲜 然后放入排骨 加入8克老抽 调颜色 颜色全部挂匀 咱们再把刚才护排骨的汤 倒入锅里边 这汤少 朋友们啊 咱们这用开水代替 汤一定要没过豆角 然后呢 爱吃粉条的 咱们可以放点粉条 但是放粉条 一定要放上面啊 这就不要糊润了 然后精盐 咱们放3克 调底味 白糖1克 鸡精2克 提味提鲜 少来一点胡椒粉 增加符合味 哎 哎 看什么朋友们 这面也发起来了 然后呢 咱把面呢 给这上啊 这都焯完结了 少搁点薄面 咱们这把面呢 这揉一下 把这气排出去 咱把面呢 给它擀成饼 咱把这饼上 擀得薄一点 然后刷点油 然后咱们给它卷上 然后咱们围上 好 然后咱们这擀一下 好 这往锅里边一放 咱们放锅里边之后呢 那小汤的搁上面点 这样的饼的颜色 它能上得了 看着好 非常有食欲 朋友们 然后咱们盖点锅盖 保持这个中小火 炖煮35分钟 哎 到点了 咱们看看怎么样啊 烧没烧 哎 这叫饼啊 就边这个胡嘎才好吃呢 朋友们 先把这饼给它起出来 这多好 我连菜连饭全来了 咱们呢把蒜沫倒里边 然后咱们翻炒均匀 把这蒜香味给它炒出来 看什么朋友们 好 好 咱们就可以出锅盘了 就这种啊 干糊糊的 腻糊糊的 那小味才浓郁呢 叫家常的味道 杠杠的 然后咱们把饼也盖下刀 给切成三角先 给它放到盘里边 冰也好了 菜也好了 春哥那先尝尝尝块饼啊 大家看啊 非常的松软 这豆角炖番饼啊 春哥最爱吃这粉 这粉非常的入味 太香了朋友们啊 给老家吃这菜 大蒜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这儿香啊 就是妈妈的味道 太好吃 那么好 四面到这里呢 一到北方家常菜 农家糊饼 就制作完成了 如果大家有学会了 或者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希望大家能给春哥一个免费的赞 支持一下 春哥感谢大家了啊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